名字母 他跟我讲 他突然有一天发现 他历届不来了 去做检查 大师发现什么 子宫内膜癌 你说大家听到这个子宫内膜癌 自己都会肯定是悲伤的要死了 他不是 他叫他报告他跟我讲 接下来报告一下 感觉人生有希望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东西可以切掉 就是天赐良机 天赐我子宫内部 我可以顺利成长把子宫切掉 一开始家长都以为是孩子些不良癖好 或者哪想不开了什么的 真正正的等孩子去对自己动手了 或者说真的是自伤自杀了以后 那个时候明白已经太晚了 这个其实已经算比较幸运的案例了 最极端的案例的就是自伤自杀了 身旨整理就是自伤自杀的 最后一就是自伤自杀的 就感谢明镜之杀 最后一就是个独 burst 那就是一个独播的 市场 它的牌愿 广泗 它是 这咱姑娘就知道泰国有这种情况 啊有有知道 这好多了嘛 我在快速都看见 好多男版女生 同意恋的那种 跟同意恋的一样的那种 是吗 女的偏好男的这种 男的偏好女的有点理解不了 人家年轻人有那样的 压力太大的原因吗 其实我不太能理解 但是我觉得就是尊重吧 我这样好奇就是他们 这样的话生活 会有什么影响 所以我们可以到 后面有些点理解 您说跨性别人 因为普通人没有过这种心理体验 所以当一个人 我就觉得我自己是个女的的时候 一般来说她会是什么样的心理体验 肯定是不舒服的呀 天天住在一个我不喜欢的一个身体里头 我感觉到很纠结 比如说她像青春期的时候 比如说我是个男的 身体是个男的 长得很高 尖很宽 就特别难受 这男胯女胯男呢 就看到自己胸那么大 她天天会拿一个树胸 把胸绑得特别紧 来了月经以后 就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深恶痛绝的一个周期 你用深恶痛绝 对对 基本上可以这么 你看到有些报道 有些男孩自己把自己切掉了 有的 前几天刚做了一个手术 她做下体手术 她就自己把自己的胸绑切掉了 怎么切的 她怎么切的 网上有教程 社会关注不到她们 社会在社会对她们不友好的情况 她们只能自己成为一个小团体 自己互相的去帮助 不是 我有点震撼 我知道她们会强烈的不认同 但是到这种程度我是以为 这个老百姓一般是真的很难理解 因为孩子真的是要生要死 真是没有办法 我们做过一个调查 发现别人群的自残率自杀率是多少 都是很不低的 我看到一个数据是说 普通人的四到五倍 五倍左右 自杀率 这是我们做出来调查 基本上在人群里头 百分之七八十都会有 不同程度的性别交流 可能有些青春期的波动 或有些叛逆等等 有些时候家长就很难甄别这个 到底是怎么回事 然后她又属于上学期间 可能有个校园文化不接纳这种情况的话 再加上她那个时候 也是没有能力自己为自己做些什么 所以那个青春期这个阶段 对她们来说真是一个非常至暗时刻 找到跨性别者接受采访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潘医生向我们介绍了梨花 她爱美 而且愿意直面镜头 目前她正在使用激素 她告诉了父亲 自己想要成为一名彻底的女性 她告诉了父亲 自己想要成为一名彻底的女性 你有尝试尽量平和的让她知道跨性别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家长问你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最多的三个问题 我孩子到底怎么了 第二个我是不是给她以前做了是什么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 第三个我孩子能不能回去 牛转回去 我想这可能是非常多普通人的想法 如果这方法管用 那我们肯定花大量的力气 科研好个临床 可以把这个着用在这个方法上面 那不需要激素不消手术 是吧 那肯定是大量的事实证明这个方法 不管用 这种方法叫什么 扭转治疗 可以说这个错明昭主的扭转治疗 有病人有这种案例吗 我通过心理辅导 或者什么的 让她变成认同 有过很多失败的案例 通过电击 羞辱 还有这些注射 孩子受不了了 就逃跑了 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简直就是 这是一种折磨 我们都在呼吁 大家就抵制这种扭转治疗 完全是不人道的 不符合科学客观规律 家长会相信你这个说法吗 很难说实话 如果他孩子不会跨情片 他一辈子都会接触不到跨情片 他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东西的存在 你跟他说这些东西 就是天方夜谭 根本听都听不懂 很多人就你干嘛做这个呀 你是抢眼球啊 还是什么意思啊 你觉得做这个事情 甚至说不好听 有点损应得的事情 你本来好好的也被人改变了 你说家长的质疑 这是每天都会面对 这生日时候 这种家长的质疑 会转化成一种威胁 你遭到过什么具体的威胁 比如说投诉啊 直接写到那个国家的投诉网 比如说我收到过纸条 调威胁纸条 他说你再敢给我 孩子都在开机 从你走墙之类的 之类的 这个可能会有一些冲击 我不希望我的孩子 我上天到了 现在反正我就觉得不觉 我觉得比如说我们家的老大 只能会有点觉得 说话女孩子气我就会说他 我就觉得男孩得有男孩要 可能会 但是孩子这句话我能理解 但我不代表自己家人 如果说他真的有这样的想法 第一呢我可能要劝解他 因为他毕竟是我自己的孩子嘛 对不 就是作为一个母亲 每一个人的心理作用 但是他如果说真正选择了这样子 我也不反对 因为人都有追求 你也有没有哪怕一刻真的想象过 我有没有所谓扭转回来的可能 我那个意思是说 你有没有一刻想过我要是就是顺性别 顺应自己的性别 做个男的就好了 因为这样至少就是说你可以减少很多现实的麻烦 是这样子 就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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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分不太理解的人 他可能会说 生而为人 我找要寻找自己的孩子 几乎是人性使然 嗯 你要改变你的自己的性别 到了这种程度吗 如果说非要失去什么 才可以让你实现变成女孩这件事情 你愿意失去什么来换得这个机会 对 你小时候看到这些小姑娘会羡慕吗 对 就挺羡慕的 你还穿着漂亮漂亮的 可以穿裙子什么的 我现在也没那么想穿裙子 我就担心我没有办法去保护自己 我们开展跨性别医疗 就专门帮助那些性别焦虑的跨性别者 当然如果说你性别不焦虑 但是你想把自己变得更好 那同样我们也可以接着 但大多数还是性别焦虑 真的焦虑的不行了 我们会循序渐进的先通过心理支持 家庭的宣教改善家庭环境 如果通过这些都不行 那我们再往下走 如果身体符合条件的话 走掉用激素 通过激素呢 压抑它本身的这种第二性症 就通过激素治疗还是不能达到自我接纳 或者说它有改变身份证性别的需求 像这些呢就最终走到做手术这一步 所以终极的目的其实是帮他们达到自洽 对 而不是在生理上达到某一个统一的 对 是的 因为本身是一个重症的身体嘛 我不是去就诊吧 然后我4月份去了 我4月多开始吃用药 然后到现在也就两个多月吧 然后其实效果还挺明显 我没有用之前我那个脸还塌塌的 哦 是吗 就跟你很像 就是穿现在去 你什么意思 跟我很像脸 是不是就是 男生和女生就是不一样嘛 哦 对对 然后就是 比如说穿男生衣服都会很帅 但是穿女孩子衣服都会不好看 哦 梨花已服用激素近三个月 身体出现了令她惊喜的变化 她也期待有一天能够手术 但对一个跨性别者而言 她要面对的远非只有自己 谢谢 没有事情 没有事情 没有事 您 假如有一家公司他就告诉你 就是因为他这种相对小众的性别状况 所以我们综合考虑不能录用他 你会是什么感觉的 你会是什么感觉的 李华的轻松态度贯穿了大学四年 他说身边的老师和同学都并不在意他的性别 但当走出校园就有了微妙的变化 你做何反应 怎么看的 你要表达什么呢 跟他 你想说发生矛盾吗 那他还会继续看你吗 你发现他有点回避的时候你是什么感受的 所以你得意了吗 你心目中理想的状况 他们的境遇是什么样子的 如果说就说从医疗这方面说 我们希望给他提供更舒适的医疗条件 环境 就包括一个特别友好的就诊环境 有性少数的厕所 甚至呢我们还给他一些医疗以外的帮助 比如说怎么不入社会啊 怎么不入校园啊 怎么去跟家长去打交道啊出柜啊等等 理解之路太漫长了 我们可能能做到第一步 让普通人知道他们 承认他们就极其不容易了 这个角落太过变远 这个人群太过变化 就是一个隐秘的角落 你好 小朋友 跟这个是家一样 就叔叔啊 他害羞 如果非要让你分享一个理念 这一路走来的 或者是心得 怎么才能成下来 怎么才能变强大些 你会说什么 我头像是指 我头像是指 我们是很幸运的 我们没有自我认同障碍 我没有 心认同 不一致 我们是没有体会 或者说我们是找心 对 一个人生而为人 你最重要的就是承认和接纳 对基础的 使得你 你你无法守护 很伟大的工作 谢谢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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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